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身旁不安分的邻居日本 据美联社报道 5号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在伦敦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 双方就俄乌局势交换了意见 并签署了一项新的防务协定 这项名为互惠准入协定的新防务协议 将允许日本和英国军队共同开展训练 联合演习和救灾行动 深化两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 英国成为第一个与日本签订此类协议的欧洲国家 此前美国和澳大利亚已同日本签署该类协议 协定一经签署可谓是宾主尽欢 约翰逊不仅对日方在俄乌问题上采取的强硬立场表示赞赏 还明确表示期待双方在印太地区安全等问题上展开紧密的合作 日方更是大受鼓舞 岸田文雄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日本决定加强对俄制裁 追加措施包括冻结近140名俄罗斯公民的个人资产 出口禁令相关的俄军事团体再新增70家 以及禁止向俄出口量子计算机等尖端产品 但我们回头看上个月25号 因乌克兰在所发布的感谢视频中没有提及自己 日本可是对泽连斯基大为不满 在俄乌冲突中紧跟西方国家又与美英等国签订了所谓的准入协议 以系列操作不禁让人怀疑 我们这位向来不安分的邻居又有了新的盘算 岸田文雄日前的一段采访似乎透露了一些端倪 資産凍結の対象となる個人を約140名追加いたします 第二に輸出禁止の対象となるロシア軍事団体を さらに約70団体拡大します ロシアによる侵略はヨーロッパだけの問題ではありません インド太平洋を含む国際社会の秩序の問題です 力による現状変更をインド太平洋で許してはなりません 句句建旨印太 岸田的言論可谓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其真实目的就是通过积极配合反俄 加固日美关系 进而将北约东引达到自己所谓的战略目的 在日本看来 一致反俄謀求加入北约 是進一步加固日美关系的强力連合计 白宫日前宣布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5月20日至24日 訪問韓国和日本 并参加在東京召开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露 6月北约峰会也会邀请日本参加 他还赞扬日本 虽然不是北约成员国 但却是一个正与北约成员国深化关系的友好国家 2006年安倍内阁提出自由繁荣之湖之后 日本外交的价值观色彩越来越浓烈 寻求美欧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 在对华外交上的助力 图谋用所谓的自由 民主 人权的国际秩序 来将二战战败国的身份 洗白为民主国际秩序的守护者 拜登政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一再声称 是民主与专制的对立 郑重日本下怀 近年来 日本一再强调自身安全环境空前严峻 需要加强遏制力 俄乌冲突成为日本增强军事实力的良机 日本不仅借此机会突破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在近日自民党向政府提交的 就年底前修改国家安保战略等三份文件提出的建议中 你将俄罗斯定义为现实威胁 将中国定义为重要威胁 以此为借口 建议日本将军费的GDP占比增至2% 俄乌冲突发生后 日本政府与媒体一再渲染威胁 并将俄乌冲突有意与台湾问题联系 煽动子虚乌有的恐慌情绪 不少民众受骗 以至于有55%的民众支持 将军费提高至GDP的2%以上 日本为表忠心 疯狂的对俄出拳 发起了多轮制裁 如今又冲在了北约亚太化的最前线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日方这样做是为自身扩武强军寻找借口 损害地区国家互信与合作 这不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 注定不得人心 日方如果真的希望东亚和平稳定 就应该立即停止挑动大国对抗 多做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 相互信任促进地区和平的事 那么日本的这一波操作 能否得偿所愿呢 来听听特约评论员唐建群的解读 今年6月份日本将被正式邀请参加北约峰会 这应该说对日本对北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日本来说的话 这么多年他一直希望借此呢 来不断地强化自己军力 不断地加强跟美国之外 有关国家的军事合作和安全合作 所以这次被邀请的应该说 也是最近这么多年日本政府移植的诉求 那么从北约角度来说的话 东阔又进入了新的一轮快车道 它现在的扩大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吸纳成员国的问题 而更多的是把自己的防区拓展到世界各地 那么现在已经把触角伸向了亚太地区 那么日本呢正好给他一个回应 那么至于说日本会不会像芬兰和瑞典 这样加入到北约当中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因为美国呢并不希望 让日本加入到这样一个军事集团当中 毕竟日本呢 现在完全服服贴贴地跟着美国 在地区事务中的搅聚 或者是发挥作用呢 这显然是最好的安排 那么就让北约呢 把它自己的防御区和任务区呢 拓展到东北亚地区或者亚太地区 这就足够了 但是呢 让日本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